为了向社会大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 台南地区500多位法轮功学员 17日在台南市区进行采接活动 井然有趣的队伍 气势磅磅的乐仪队 吸引了沿途台南市民的瞩目 雄壮的古号乐声中 天国乐团引领着队伍行进 从妖鼓励表演 法轮功功法表演到新队表演 庄严降服的队伍 吸引许多路人的目光 在游行队伍中 除了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外 还有法轮功红传世界 与受世界各国褒奖的横幅与旗帜 法轮功学员并分享 修炼法轮功身心授意的心得 练了法轮功以后 身体的健康只是最初步的一个效果 我现在整个身心的改变 我没有办法用这个言语来形容 自从我和我女儿练了法轮功以后 我们的免疫系统提高 而且我们的身心都受益了 就练法轮功大法之后 个人就感觉到身心受益 然后人生观 道德观都往正的方向提升 法轮功学员们表示 目前全球有114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 学练法轮功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更多台湾民众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 新台南电视时 近往陈锡辉 唐家慧 余敏局 台湾台南才放过到 小 conditions 在游戏中 我们下期再见